开黄金跑车出行 飞机游艇可是随便买 有钱人的怪乐你绝对想象不到 没错说的就是 头上一块布全球我最富的沙特王室 那么他们究竟有多富呢 想当年沙特国王萨勒曼 乘坐的波音747 那可是镶了一圈的黄金 内部更是土豪金的极致展示 亮下窝等小民的太和金眼 大到飞机内部装饰 小到人家用的餐具 那都是明晃晃的金色 野国领导人下飞机都是走下来的 人家却是飘下来的 乘坐镀金的自动贤踢 挥挥小手那都是金钱的模样 你这边说着 将来有了钱买手机 右手一步兜了一步 人家沙特王室是出门自带两步贤踢 用一步背一步 只因为当年访问俄国时 出了次故障 让沙特国王不情不愿地走下来 从此之后出门必须带两步 咱们出门带行李座飞机 还得是算看超不超重 需不需要托运 沙特王室自驾游 自然不用考虑 随便一次出国访问 都会带着500吨以上的行李 这相当于带着60头大象上飞机 行李这么多 人员更不能少 100个保镖安排上 150个厨子也装上 还有各种的后勤人员 随访人员 那真是此乃天团呢 有一次去印尼访问 不巧下飞机时 正值天空不作美 下起雨来 这边沙特随行人员 七八个大伞 照在国王的头上 结果还是淋了点雨 我想国王当时心里一定气愤的不行 看来有钱人也会有烦恼的时候 到了当地 他们必须包车 当地所有车行里的豪车 都安排上 才能满足国王一行人的出行需求 当然国王怎么可能坐包车呢 飞机会自带两辆 家常豪华奔驰 全车加厚 防弹钢板 每辆车都五顿多钟 每辆车都五顿多钟